我們請許貝提兵人 請許貝提兵人 venir Baba Yan mantra 麗委員好 徐先生你好 那我想剛才李委員幫我預告 不過我想這個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在這邊 畢竟一個憲法 他其實某種程度也可以彰顯了一個國家的定位的問題 所以 當然我們可以不斷的回避這個問題 但是我個人是認為 現在這個時間應該是任何重要的問題 我們都要有勇氣來面對才對 所以在這邊我想 現行的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是當初在中國的國民政府 在1946年的時候制定的 那憲法本身當然看起來 似乎是沒有去 為自己的這個國家主體 在哪裡去做什麼定位 可是你如果看這個內涵啊 脈絡啊 然後到這個政府組織制度的 這個原始設計 其實看起來本質還是感覺 是為中國設計的憲法 那當然 當然這個 這個到後來 我們歷事修憲有試著去調和 讓它越來越像是能夠彰顯 這個台灣人民的這一個 比較適用於台灣人民的這一個憲法 可是 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脈絡 所以其實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可以去抽取某一些 這個憲法他的解釋 來做這個 超越國民主權上面的這個解釋 那所以這一點我就是要 我記得在這個您的著作裡面 這個一國兩制之憲政病理裡面 其實有提到 就是修憲條文裡面 明定辦理全國不分區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他就正式確立了 分裂國家的地位 因為全國的選舉就是全國為範圍嘛 這就是有點像您剛才這個回應 這個李鴻軍委員的這個嘛 不是 分裂國家 其實如果你現在問我 我否認 這個沒有歷史的事實 那只是說當時如果照那個條文去解釋的話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但是呢這個分裂國家因為沒有事實的根據 所以呢那種分裂國家的說法 只是一個政治上的說法 沒有法律的意義 不應該就是說這一部憲法 它涵蓋的人民應該就是在台澎金嘛 而不包括這個中國嘛 因為如果你台灣分裂國家 很容易引起一個誤解說 喔以後要追求統一 是是是 但是事實上呢 應該是一個國家分為兩個國家 然後才有統一的問題嘛 是不是 在台灣呢 沒有這樣子的事實存在 所以 至於說未來怎麼樣 那是未來的事 未來是要來2300萬人民來決定嘛 而目前是 台灣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個沒有辦法 任何人沒有辦法否認的事實 是 所以有的一些這個政治人物 或者有些人 他在引用徵修條文的時候 他去 或是引用憲法的時候 他去引用 因應國家統一 錢之需要 或是他去引用大陸地區 自由地區的字眼 或是來解釋說 這個就表示這是一部一宗憲法 然後他去衍生政治上 不管說是這九二共識 一宗個表等等的這個議題啊 他 他去這個 把裡面一些用詞 拿來解釋成為說 所以他依照這個 每一次只要遇到困難啦 例如國家定位的困難的時候 或在外交上面的用詞 潛詞用具上面的困難 避免爭議 那試著說這個 讓它模糊化 的時候他就會說 喔他都是根據中國 中華民國憲法 這是一個一宗憲法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回避這個政治責任 或是回避一些政治資訊 所以我想在這邊 還是希望這個 這個許教授可以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就是 在你的這個憲政的這個 法學的這個基礎上來看的話 這一部憲法 目前施行的狀態 它到底是包括 中國跟蒙古的一個大中國的憲法 還是台澎金馬為範圍的一個 國民主權國家的一個憲法 我想憲法上 憲法跟其他法律有很大的不同 憲法呢 經常會用一些政治的用語 它在法律上是沒有意義的 像徵修條文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需要 這個是一個政治上的說辭 沒有法律的意義 因為我一個要強調 一個法律要能夠有它的效率 有它存在的價值 那個是必須要有事實根據 就像說我們如果難聽 當然這個不可能發生 在憲法裡面訂了一個條文 我們這個月球是我們的領土 這個條文是不是 就是一個有效力的 不可能嗎 是 就像中華民國憲法這個 第四條裡面規定 中華民國領土 一起固有之疆域 什麼叫固有之疆域 誰可以講 皇帝的時候 皇帝持有大戰者固有疆域嗎 還是原帝國的時候固有疆域 這沒有任何意義的 今天以我們的憲法學的角度來看 國家包含的要素 我們都具備啊 主權 國民 領土 都有啊 台本金嘛 2300萬人 我們這個立法院是國會殿堂 大法國是國家 這個四線機關 如果不是國家 怎麼會有這些機制在呢 所以可以這樣解釋 就是其實 您跟這個許忠利大法官提名人 這個院長提名人 的看法是一樣的 台灣跟中國應該是國與國的關係 台灣我們這個 目前的這個憲政的基礎上面 也不是一宗憲法 我們也不是主張 按照這個憲法 實質上面來討 來這個判斷的話 我們也不是主張中國跟蒙古是我們的一部分 蒙古本來就不是 縱使中國也不敢講蒙古是他的一部分 是 蒙古早在1921年就獨立了 所以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要確定這件事情 因為我想這個未來也未必不會有這個跟領土相關的私憲案 也是有可能 但我要在這邊再次確定您的在這件事情上面的立場 基本上是跟這個院長被提名人是一樣的 嗯 我就說這個 現實上我們就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台北人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領土 我一再強調未來是未來的事 未來 有人主張兩岸能夠變成一個國家 有人主張台灣永遠的獨立 這是要尊重 不是任何一個個人 即使他當總統 也不能夠自己是 剝奪 剝奪來決定 2300萬人民用民主的程序來決定的 所以我在這邊就是 因為過去大法官 常常會讓人民覺得說 想要迴避一些比較敏感的事情 那遇到這些 有這個好像解釋起來 會造成一些政治上的效果 就乾脆迴避 所以在這邊 我有看到您在1993年 11月28號的這個社論投書 有講到這個 視線機關迴避領土問題裡面 其實您有提到這個關於司法部門 跟這個統治行為之間的淨核問題 那在這裡面 其實您有提到 視線機關先天上 就無法完全迴避政治問題 所以當政治部門的立場 不明確的時候 司法機關仍然有決定的權限 領土乃憲法核心事項 視線機關不應迴避此一個問題 那這個其實是當初 我相信這個 許教授您應該還記得 當初發生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一些立委 跟這個陸委會的看法不一樣 認為這個外盟 到底是不是這個 中華民國的領土 那有一些旗見的時候 您在那個時候寫的文章 那我想現在剛好 這個許中立這個院長被提名成 他提出說台灣跟中國是國與國關係的時候 現在陸委會他也是馬上駁斥 他說這個是他個人意見 個人看法 那我想未來 這些個人看法都會成為司法院大法官 這個整體的 這個一致的一些看法 所以在這邊我還是要請教這個許教授 就是因為接著有可能 有一天還是會有人在申請視線 有可能會針對有這樣子爭議的時候 申請視線 那您認為視線機關 應不應該承擔這個責任來做出表態 這要看情形 關於一個國家的領土 當然在這個所謂政治問題這個法理 在美國它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關於領土 如果政治部門 也就是說行政部門跟立法部門 沒有旗見的時候 這個司線機關是不介入的 這尊重政治部門 這兩方有旗見的時候 大法官應該要來處理 但是如果要處理的 是所謂固有是僵域 那個大法官是沒辦法處理的 應該來講 我們所謂的政治問題 不是純政治問題 是帶有高度政治性的法律問題 憲法問題 那像固有僵域那個東西 那個名詞 那個名詞本身沒有法律意涵的 所以大法官恐怕沒有辦法做解釋 所以如果未來有關於這個 我們的這個現行的憲政制度 所它實質的這個領土這種問題 到市縣的這個會議裡面的時候 是不是 我們還是可以期待這個許教授 您的主張會跟你剛才說的一樣 就是 如果你是要問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主張月球是我們的一部分 就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這一種的寫法 但是它不具備法律的效力的這種寫法 或是實質的領土是颱風巾嘛 你認為後者其實它是比較具有實質的意義的嘛 那依照剛才這樣的講法 你在未來如果真的遇到這樣的 市縣案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會用這樣子的立場來表達 我的見解在這方面不會改變的 就像以前 這樣子我想李鴻軍委員可能不會太開心 但是我想大部分台灣人民會聽得懂 應該沒有台灣人民會認為說 我們可以寫一條法律說月球也爛耶 然後大家就認為這是這樣 我個人對於我的理念 或者是憲法的思想主張 除非之前主張的是錯的 但是至少還沒有發現這種情形 我是一貫的 所以我當學者的時候是主張 到我過去在2001到2008年當政務委員的時候 我沒有違背我的學術良知 至少我的學生沒有人在想說 徐老師怎麼這個樣子 說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 至少沒有這種情形 以後當大法官也是如此 學術良知這種招養維持 大法官有大法官的分分 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想剛才我們這個問題會衍生到 另外一個就是您其實在這個兩年前 其實有關於台灣憲政改革 可能的策略跟方向 裡面就直接說 台灣目前沒有自己的憲法跟國號 所以還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想這一點 大部分台灣人都知道 不管說我們這個在法律上 剛剛講的去寫什麼固有僵域 或者說在國際上有沒有辦法 以一個正常國家來去參與國際 或者說在國內 有很多零零種種的東西 好像是從中國來的 那這些大家可以了解 但是各派的講法不太一樣 就是說如果要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它的憲政工程可能是有什麼 那這一點以您的法學素養來看的話 您認為要成為一個正常的這個 國家的憲政工程可能會包括哪些 我想這個應該已經不是 大法官被提名人應該回答的問題 不過我過去的一個主張 雖然很清楚 很清楚表現在過去的言論裡面 包括各種出版或者是媒體都有了 那以個人的主張 然後個人的觀念 我到今天沒有改變 但是擔任大法官 是不適合再去體內那些的一種主張 我只能這麼講 因為大法官畢竟他的身分 有他的主張 他要維持他的身分的一個 不過在這邊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您在回給這個時代力量的 這個我們的關於這個 實問裡面的題目 有一個是人民得否以公民投票方式 行使制憲權裡面 其實您有直接提到說 不管是修憲或是制定新憲 您認為公民投票都是最主要的 這個憲改的途徑 所以關於這個 你可不可以把您的這個想法 稍微再描述一下 為什麼 因為同時也有其他的大法官 他認為 就照現在有的這個代議室的制度 這樣子就可以 當然不是 我不是要挑起不同的這個大法官提名人 被提名人的之間的旗艦 但是就是說在你的法學素養上面 您看 為什麼你認為 這應該是由人民直接來用這個 公投制憲的方式 是比用這個代議室的方法 應該是最主要的這個途徑 我跟你講 這是涉及憲法理論的問題 早在20年前 我就曾經寫過一篇論文 《自憲權的法理》 這篇論文也收入在我的一本專書 《憲法變動之理論》裡面 當時已經從最早的自憲權的觀念 一直演變到今天 我就詳細的論述 我的結論就是國民自憲權 自憲權屬於國民 而一部憲法要取得正當性 我認為要有兩個要件 第一個從實質的內容來看 它要符合立憲主義的要求 要維護個人尊嚴 人權 國民主權 要實施權力分裂等等 在程序上 它要經過民主的程序 取得正當性 當然這民主程序的 正當性的取得 倒不是只有公民投票一個途徑 我們也理解 很多國家很可能經過民選出來的 自憲代表來自憲 這也有民意基礎 但是最直接的是 最後由人民 因為再怎麼樣人民 說明定的 也不可能人民自己去起草 不可能 一定要經過專家學者 或黨派之間的討論之後形成條文 最後交付公民投票 這個是取得正當性的一個強而有力的方法 跟途徑 我們也看到 這個 二次爛結束之後 一些新興的國家 尤其是 後冷戰時期 後冷戰時期 這位是東歐的國家 很多國家制定新的憲法 都是經過公民投票 所以公民投票來 制定新的憲法 從學理上來看 是符合國民自憲權的原理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講 因為我們現在也很多民間的好朋友 他覺得說 他現在要推動一個新憲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你只是在那裡一直修改 每隔一段時間就發現 因為對中國來的賣 所以說這樣改那樣改改來改去 還不如我們來制一個新憲 用這個公投制憲的方式 來推動這個參選這個制憲的代表 所以我們現在我要問的是說 那是不是如果用一個公投制憲的方式 出現了一個新的憲法的話 他其實事實上是超越憲刑的限制 憲政的這個法律的這個秩序 所以他應該不是用這個 舊的憲法裡面的這個規範 來去說 你都要幾分之幾 有立法院怎麼樣弄 如果真的有辦法是 他們這個公投制憲的這個方式 出現一個程序 由人民發動由下而上的這個制憲 他事實上他是有他的憲政的 這個合理性的 當然 這如果修憲的話 要循現行憲法所規定的修憲程序去做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制憲的話 他是要創造一個新的憲法秩序 他是不受現行憲法的拘束的 所以呢他不受現行憲法有關修憲程序的限制 我想這個部分 這個徐老師你也是算是表達的非常清楚 那這一點我其實是還蠻肯定的 也欽佩 再來是關於轉型正義的部分 因為第一個會期 立法院裡面一個重要的議題 大概就是轉型正義 那也針對了很多這個細節的部分 有很多的攻防 那在裡面有一塊是這個 上個會期已經通過的這個政黨及其附水組織 不當取得財產條例 那這個是在這個揭牌以後 那也開始有很多的這個辯論啊 然後很多的名嘴 很多的各式各樣的這個主張啊 包括這個國民黨黨團也說 他認為大法官應該要比照 第599號釋憲文的意旨 那來去這個 對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做暫時處分 我想對這個599號釋憲文 我想那個徐老師 你應該是還蠻了解這個的啦 對 但是你認為國民黨在這裡 提出的這個論述 跟他認為這是違憲的這個看法 您的這個解讀 您的這個法學的這個 您的認定是如何呢 那如果是 因為這個已經有這個釋憲申請 在那邊啦 對個案我不以表示意見 但是如果從這個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 黨產條例這個立法的方向原則 我看我是認為有違憲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是一個國家 要從危險體制轉向民主必經的道路 這個如果不走的話 民主的基礎不穩 隨時呢 可能呢 崩潰 那麼尤其是現在立憲民主的國家 就是政黨政治 就是政黨國家 政黨國家 政黨政治要健全 一個很基本的要求就是 政黨之間要怎麼樣 公平競爭 武器平等 如果在今天因為過去 威權體制留下來的問題 過去有政黨 因為國庫通黨庫 因為經營特權的黨營事業 累積了數以千億計的財產 大家都知道 選舉的時候怎麼公平 一邊拿飛彈 一邊拿彈弓 這個是不對等的一個競爭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處理 不然台灣的民主 永遠沒有辦法上軌道 這是從轉型正義 追求實質法治國 這種理念為觸發的 所以原則上 在我們不去細舊條文的部分 但它這個概念上 應該是沒有違憲的問題 也沒有違反實質法治國的這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 現在還沒有提出四線案 但是也常常會有人討論的 就是除了黨產的部分 現在大家在這個推動的 包括這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裡面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是除夠 這個Lustration Law 那在國外也都會有做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就是本來服從獨裁政府 然後去做了一些 不道德指令的這些執行者 他應該要得到怎麼樣的處理 有一些 當然我們不是說 都要怎麼樣的去審判他 但是他有一個過程 那有一些人可能不再適合做哪些工作 他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流程 那我舉例來講的話 例如說像之前在這個審判 柏林圍牆倒塌以後 審判這個 德國的這個士兵 像翻越這個柏林圍牆的人開槍了 他認為說他是接受這個指令 要去開槍的 所以他認為他怎麼會有這個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他最後法庭判決 這些士兵們 他們還是有罪的 因為他說你其實在開槍的時候 你可以往上偏離一點點 你就不會殺到人 所以我想在這個裡面有一些的爭辯 那這個爭辯裡面也包括說 他這個有沒有怎麼樣去面對 憲法的這個工作的保障權 然後有沒有這個違反這個罪行的 這個法定原則等等 所以我在這邊我想請問這個 徐老師就是關於這個 這個除垢法的這個部分 他在憲法的位階上面 你認為他是否合憲 是否合實質法治國 我想一個國家從威權要轉向民主 那麼這個基本上這個除垢是有必要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 考慮到政治的現實 政治現實 譬如說像到今天為止 我們只看到受害人沒有看到加害人 這也是一個很遺憾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責任的追究 歷史責任一定要 但是法律責任的追究 我們也考慮到 譬如說執政者 他會考慮到國家的一個安定 朝野的一種和諧的考量 所以在立法上有他的考量 當然說純粹從理念上來看 當然要除垢 要除垢 不然轉型正義沒有辦法 不可能徹底的實現 而舉個例子來講 在過去我也很感嘆的 比如從威權轉向民主 大學自治 學術自由 可是過去有很多的大學裡面的誠意 在威權體制是幹什麼的 我們知道嗎 可是因為沒有除垢 所以在大學裡面 他還是居於多數 他可以很大聲的講 大學自治 學術自由 最後還是他的主導 這就是一個問題 譬如說我們的司法人員 因為過去在威權體制時代 也可能有些觀念上 或者做法上有問題 今天他們有沒有改變 你沒有除垢 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黨職並公職 黨職並公職 某位政治人物 他用黨職並公職 可是某個地檢署居然說 這個是合法的沒有問題 因為當年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 他的功能扮演得像政府一樣 所以他以前的黨職也可以併公職 這個就是沒有轉型正義的觀念 把過去錯誤的 這個不合實質正義的一種做法 又合法化了 合法化 那這個是對國家的民主發展 法治的一個發展 我認為是非常不好的 好我想這一點對我們來講也很重要 因為時代力量現在在推動的這個版本 就是包括除垢 我們也會希望說 我們可以理解剛才徐老師講的 就是說在這個政治氛圍上面 我們要做到怎麼樣 但是至少真相要出來 至少說這些人他經過一個 怎麼樣子的階段 他是不一定是說接受審判 他也有可能是 按照他現在的這個階段 很不同的這個深度 參與這個威權獨裁的這個深度 來有不一樣的處理 那有一些人可能不一定是受到審判 他只是說不再適合當老師 不再適合當這個司法人員 那這個我相信 也是台灣在轉型正義上面 很重要的一個工程 那再來就是關於這個 最後一個部分 我想要跟這個徐老師討論的是 關於這個人權以及第三 第三代人權以及這個原住民族的 這個選制的部分 我想這個可能大部分的台灣人民沒有 並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原住民族 具有原住民族身份的人 他居然除了那這個平地 跟山地的那六席以外 他沒有辦法選區域立委 舉例來講 如果今天我們這個 時代力量的稿路已用 他決定下一次要選中正萬華 他不能選 除非他要放棄 他不當一個原住民 所以以這樣子的方式 因為我認為 本來那六席平地跟山地 是一個保障的概念 可是現在這樣子 是不是 我想請問徐老師 這個 是不是他實質上 其實已經變成是一種 種族隔離的概念 然後他已經不符合 現在我們賦予 國民平等參政權 有沒有要修縣才能夠搞定這個事 這是我下一個問題 我在書面的答覆裡面 也給講清楚 因為當年 為什麼會這樣子訂 也許他有一些政策的考量 他的出發點 可能不是好的 不是壞的 反而是好的 對 比如說以人口的比例來看 原住民現在五十幾萬 可以選出六位 他那個比例 比一般的區域的選舉還好 所以他認為是一個保障 但是這個保障 有時候違背原住民的意願 我不願意去選原住民 我要選這個區域的 為什麼不可以 所以在立法政策的考量 似乎也可以去考慮 說是不是按照原住民的意願 來選擇 為什麼我說要選擇 而不是說他可以投兩票 因為我們在這個憲法上 就是平等選舉 一人一票 不能有一人兩票 是基於這樣的考量 所以這一點上面 您認為有沒有要透過修憲 才能夠處理 還是只要在法律位階 甚至於其實這個 目前我們所知道 是2004年中選會 對於這個 某位原住民族的這個候選人 他要選區域立委 他做出來的解釋 要求他放棄原住民的身分 是不是只要行政的位階就可以 這個可能還是要修改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因為他裡面明文規定的 中選會他也無能為力 要去改變這個法律的規定 所以要經過修法 好 因為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今年在 可能很多人也知道 就是在台北 其實今年有一位 是這個 這個規劃為我國國籍的 這個文魯斌先生 他本來是美國人嘛 是個白人 他規劃為我國國籍以後 他就可以選我們的區域立委 而結果在我們的國籍裡面的原住民 他是沒有辦法選 我們那個時候還幫我們原住民的這個委員想說 那如果有一天你想要選區域立委要怎麼辦 好像你要先去移民去美國 變成美國人過了一陣子以後 再從美國人再移民回來 你就可以了 你可能還比文魯斌還要困難 所以在這一點上面 我希望就是 未來我們在法律的位階會去推動 但是如果有人 有這個在辯論的過程裡面 他們又把他提到這個憲法的位階 因為很多人在解釋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是用憲法的位階在講這個問題 所以他不 不必然未來跟這個徐老師 你們會沒有關係 但我希望就是 能夠至少讓原住民族也知道 在憲法的這個層次上面 事實上是並沒有剝奪他們選區域立委的這個問題 是是 好 那我想我今天的這個質詢就到這邊 那我感謝這個徐老師 這個充分的這個表達 謝謝 謝謝 謝謝林委員 謝謝許被提名人 報告